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把他引寻下去 因为这我会把他弄成一个免费的东西 让同学或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里面去看这些PPT 还有一些文档 就可以去学一些说我现在在外面有在教的或是在演讲里面的一些 我的演讲里面的PPT 这都是我去收集我自己整理收集出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演讲的一些技巧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到我的网站里面加入会员的话就会有看得到 那当然我们在YouTube这边当然我们也会讲 只是YouTube这边我没有去 YouTube还有Facebook这边我没有去用文档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可以回我的网站里面去看 OK 要经营自己嘛 行销就是要这样子 你也是要经营自己的 FB是一个平台 YouTube是一个平台 官网才是我自己的 OK 今天我们讲了成功不败的简报技术 今天讲的是外显 外显的 外显的什么 外显的你的一些感 给人家第一个印象的感觉 所以在我们第一个在讲说你给人家去演讲的时候 你给人家看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每个人这是人的一种固性 就是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OK 你自己也可以自己摩托良心是不是这样子 你对某个人的第一印象是怎样 这个观点会一直围绕在你的脑袋中 有个学者也有研究过 他是在学校里面做一个研究 他研究是研究什么 他去找了一些老师的一些演讲的课程的录影带 然后他做这个录影带的时候 他给这些学生来看 然后给这些学生来看的时候 他只给他看了两秒钟 两秒钟的影片 两秒钟的影片 就这个老师一卸在冬冬结束了 只是两秒钟 两秒钟结束之后 他们就跟这个学生讲说 你认为这个老师你喜不喜欢 你认为这个老师上课好不好 结果 两秒钟 结果 一堆学生就有续分 就有好几个老师 就去观看 他认为这个老师好不好 认为这个老师不好 还是好 还是怎样 结果 当这些学生真的去 选修了这个老师的课 选修完一个学期的 选修完一个学期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再对这些学生 再评仰一次 评仰什么 你认为这个老师 教的好不好 结果 跟他之前 一开始要去学习的时候 那两秒钟的评判 的 吻合度 达到几乎90% 做人就知道 第一印象是被人 是一个非常固化 人里面一个非常固化的一种思想 这其实是 我们做人其实是 不该这样子的 但是这有时候就是 有些人的 就是会有这种固性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他不好就不好 不管他在做怎样 我是感觉不好 OK 就可能他掉掉的 就不太一样 所以演讲也是一样 演讲你一出场 你给人家第一印象 就是要让人家感觉说 我可能是要 会喜欢你的 你要表现说 你在这第一场合里面 你要所要出来的印象 就是要让你感觉 我 会让你喜欢我 那会让这些使用者喜欢我 你要怎样 要了解他们 要了解你是 你的 你场合的会员是哪些 哪些属性 他们是哪些职业 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特性 这个群体里面是什么 来听观众他们的 特性是什么 你要了解 这是基本工作 基本工作 再过来 第一印象也是被人讲 再过来 等你进去讲 那就是内容 那内容讲的是什么 其实不重要 你应该会有很多场合 可以做一个比较 同样讲一个议题 A跟B 小明跟小王来讲 同样一件事情 同样一件演讲屏幕 两个会一样 一定不一样 小明有他演讲style 小王有他演讲style 所以 那你说那 各自有各自的演讲 那谁好 谁好 就个人凭本事了嘛 这些演讲屏场好 谁演讲屏场不好嘛 个人凭本事 有些 有些时候就是 要让你 要说 他是经验累积 他是菜咖 他这样的模式 你说那没办法 经验累积的问题啊 这也是一种重点 也是一种关键因素 但是 有一个因素 其实你是可以来学 而且简单可以学的 为什么 你应该看 你应该看我在 看我在 在 呃 这个直播里面 你应该会非常 了解 也发现过 也发现到 我也常在做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出去外面演讲 我也是一样 我说我不喜欢拿麦克风 因为拿了麦克风 我的手 就没办法去动 就少掉一只手 少掉一只手 就没办法去展现我那种 想要让人家 投入 想要让你知道的那种感觉 所以 他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 如何 让 你的双手 来替你 表达 所以他讲的是什么 演讲内容 不重 不是重点 重点 是在你如何来讲 那如何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就脸部表情嘛 你 要想要哭要怎样 这是一个重点 那你说 我们脸部表情 有时候 不太 不太自己也 不太会那么自然的去演出来 那怎么办呢 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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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熟嘛 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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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要表情 你要表情現在很嚇我 你要表情很愛傷啊 臉部表情我們控制 可能會很細微的 我們沒辦法讓我們控制 可是手部表情是一個擴大 放大 無形語可以延伸的一種感覺 所以你用手部表情就非常的喜歡來用 而且他們根據這個在研究 TED裡面 TED大家都知道 現在全世界最風行 一個 一個演講平台 要上TED演講的人 都是一些頂尖人物 都要是一些頂尖人物 他在某個領域裡面 有非常頂尖的傑出的表現 或有非常傑出的貢獻 或是身對某一些議題 他有非常深刻的體驗認知 然後才把他的感覺傳輸給大家 而且 這些人上TED這些人演講的人 都是有些都是非常有些是屬於 他演講技術是很棒的 有些是他專有領域裡面是非常TOP的人 專有領域非常TOP的人 你說有些他不是演講家 可是有一個點你要記得 在中有領域有非常TOP的人 你叫我講其他事件 他會一一五五啊幾一啊 講不清楚 可是你叫我講他非常投入 非常用心 非常勇烈去研究的一個領域 一件事情 一件物件的話 他是可以表達出非常熱情的一件 一件事情一重態度來給你看 因為這是他最了解的事情 所以他會想一股腦的傾操而出 讓你來感受他的熱情 所以在講他們的這件事情 他們會不會不自在 而且會非常的有生動的出來講 可是 之間還是有差異 還是有差異 他們研究過來裡面有一個研究 就之前有一本書裡面做一個研究 就是說 在TED裡面演講的人 他的演講在Youtube裡面被觀看的 高低啊 他們去做了一個分析 有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 就關於手 你的手 有沒有用手 來方便去觸導 去協助你的演講的那種熱情 張力 會對於這部影片 在Youtube被觀看的 的 多寡 他說一些比較觀看比較低的這些人 在觀看比較低的這些人 其實 但是其實都已經也有十多萬次的觀看率 然後這些人 他們在18分鐘裡面 的演講 所有去動到的 18分鐘裡面大概有200多次 18分鐘裡面200多次也是1分鐘裡面10次 其實像我這樣呢 也是蠻多的 可是他發現一般比較好的 點閱率比較高的這些演講者 他們大部分都有450次以上 大部分有450次 手部的動作 手部來協助演講的那種張力的動作 有高達600個以上 600次以上 那8 600次以上 所以他發現說 手 是一個你在演講過程中 非常重要來協助你 讓你的使用者 讓你的聽眾 更加融合你的一個動作 他不是只是要去協助你說 我講話要誇張什麼 他重要一個點 是要去串聯你下面的觀眾 因為這在心理學裡面有一點 研究是知道說 在心理學裡面說 你跟你周遭的人 如果你有用手的一些協助 在跟你之間做下去的話 那會拉近你們的距離 因為你的手的延伸 會讓他們感覺說 你是跟他做一個向前的延伸 向外的延伸 你是想跟他更親近的感覺 所以你的聽眾 會認為你是想要接近他 所以他也會敞開胸 心胸 展開胸 心胸 來 來 跟你做連結 所以這是重要一個點 所以他說 當你在外面 在辦公室裡面的時候 千萬 在做一個 不管是在演講 或是在跟你的教練的時候 千萬千萬 要記得 用你的手 來協助你 來達成一件這件事情 在幹嘛 這隻手 是非常有用 不要讓他丟在上面 所以我說我在演講 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非常喜歡 用手 來做一個 那你也不會在那邊 亂亂亂 亂 讓筆個筆個 筆個什麼鬼 這樣對不對 你也不用 你不用在那邊 或者說今天聽了我的演講 之後 以後回去演講 我告訴你 我是怎樣 阿公 也不要過度 過度那就很好笑了 那你也會爆電 回去人家說 你知道我今天聽一個演講 演講者 你懂得說很久 你的手在打過 你懂得知道 他也是你演什麼 你知道嗎 OK 適度 但是可以多多多利用你的手 來協助你的演講內容 跟張力 OK 所以 最後一句話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不管去哪裡 做什麼事情 記得 尤其在講台上 尤其在面對一些人的時候 記得 口袋是要放錢的地方 不是放你的手的地方 OK 記得喔 口袋是要裝錢的 不是裝你的手 OK 記得嗎 口袋是要來裝錢 尤其你在演講 在跟人家談生意 在跟人家做朋友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把口袋 把手放到口袋裡面 那會阻擋任何 進一步的合作空間 拜拜 對 還沒買買 今天又買了一些書 這些書都 今天剛到 這一本是我看到的 科技4.0 這是講大數據的 大數據 然後這也是一本 一本 這是大前妍衣寫的 大前妍衣寫的 科技4.0 就物聯網 創聯時代的一些商業模式 科技4.0 這一本書 今天也有買 然後這也是一個日本人寫的 這個是排除妄想大數據的實踐 因為現在你在做什麼 都是要大數據實踐模式 然後我也買到這 那這本書 是有用了一些 以前一些理論的模式 就是在把它套用在大數據裡面 做一個 講解 所以我看了它的書在之後 我也 反而會說不錯 想要買 看一看裡面的內容 然後這塊呢 這是 大陸說 大陸說寫的 互聯網引爆 互聯網引爆 書 什麼都還沒猜 今天剛拿到的書 就快速提升品牌跟競爭力 這也是 看到裡面 我是看到互聯網引爆 那因為大陸說 大部分都書摘 書品都沒什麼寫 所以我就想要買下來 先來看一下 好的話就介紹給大家 然後再過這一本 這一本是一個 美國人所寫的去年的書 那今天是台灣才翻譯出來 那他寫了 弄了一些就 別讓平庸埋沒了你 然後他講的也是講一些創意的 其實我自己是在教創意的嘛 因為我博士論文就寫創意的 所以我感覺他這邊講什麼 他這個人是 其實是一個部落格主 也是算 一個媒體 就是網路 網路廣 網路群 播客媒體裡面的一個主持人 然後他採訪了六百多位 著名的一些 一些各個領域的一些 一些topper人物 所以他就把說這些人 在他節目裡面講的一些事情 他把它融合起來說 這些人為什麼能這麼獨特 為什麼能創出他自己裡面空間 他裡面講了一句話 獨特勝於完美 你要找的是獨特 你是你的獨特性是在那邊 而不是要準備到完美 要把你的獨特性講出來 所以我感覺他第一個書在我吃感覺不錯 也是 也是我買來看 那這個我還是這一本 這一本是這個作者 他其實也是一個 現在大陸版 在大陸也是弄一個教育信念課程的 而且他寫這一本書其實在彭莫他自己 彭莫他自己 所以也是在打他自己的知名度 他弄了這一個 這個行銷之神 杰阿波拉罕 應該讀行銷都有讀過他一些書 而且他現在也是年紀比較大的 算是一位大師 他在行銷觀點裡面提出幾個觀點 那這本書我也是有馬馬來看 然後這個 這個人物 這個作者 我們講這個人物 這個作者 這個叫杜 這個作者叫 杜雲安 就我說他現在在 在兩岸也在做一些 教育信念的一些課程 那 那馬來這本書也是在做他自己的一些課程的 教育信念中心課程的一個模 我看了一下他裡面寫的也是 蠻實在的一些例子 然後也寫的還不錯 寫的還不錯 蠻實際的一些例子 那這一本呢 直接網站大賣的 帖子 這是我一個高雄的一個學生 跟我講說 老師他 他在 他在 商家 在書店有看到這一本書 他看了一下子 他看不懂 因為在裡面講的 這有時候 你說這裡面講的是有一些什麼SEO啊 幹嘛 幹嘛一些 一些東西 他們看了不太懂 所以就問我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講我 講解這本書來給我看 那我是這本書我是剛剛還沒看喔 講這SEO的事 那是那是我的專程之一啊 我靠他生活之一啊 OK 也是我們在進網站 在靠了一個SEO 就是網站優化的一些模式 然後 然後跟我說 叫我能不能分享這本書 那我是看了一下這裡面 還沒看 今天還拿到書 這麼多本還都還沒看完 喔 現在都蠻有壓力的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都在看 看這些書 然後跟大家講這些書是說 你們喜歡先看哪一本 有回答的 或是用like給我的 我就先介紹哪一本 OK 先講的先贏 懂嗎 先講的先贏 剛剛講的這一本啊 直接往正常大拍賣帖子啊 就商學院MVA的核心賣點啊 然後 別人平工埋沒了禮啊 這個互聯網引爆 這一本大陸的 然後 拍出妄想大數據的實踐書啊 還有這一本 應該有可能很多 蠻想要來聽一下 就是大前沿引寫的科技4.0 OK 這幾本書先也在今天介紹給大家 有想要先聽 聽我演講哪一本的 那你就 對我說 示愛給我也可以 留言也可以 你在YouTube那邊留言也可以 在Facebook那邊留言也可以 就先來講解哪一本 OK 明天就看誰先點我 就來講解哪一本 OK 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